颈椎痛怎么办? 白勇,骨科蜕变与肿瘤病区,副主任医师 颈椎痛,老百姓常说的颈椎痛 其实主要是由于颈肩部的疼痛 这种轴性疼痛的一种概述 它最常见的原因还是颈项部的一个劳损 由于长时间的低头 韧带肌肉的慢性劳损炎症所导致的颈椎痛 其次是颈椎的失稳 由于颈椎的曲度变直,反驱 或者是局部的稳定性差 颈椎失稳所导致的这种疼痛 再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局部的炎症反应 也可以出现炎症刺激 像结合,像一些感染 甚至一些免疫系统的炎症 类风湿等等,强挤炎等等 它都有可能出现局部的炎症反应 出现关节的一个炎性刺激 出现疼痛 一般情况下排除没有外伤 没有这种感染的这种症状 像发热,发烧,倒汗的这种情况 我们年轻人还是最常见的以老损为主 建议还是改善生活习惯,多锻炼 如果要症状持续加重 建议还是要积极地到医院去 做相应的一个检查 听医生的一个专业的意见 专家提示 一、常见原因是颈相部的老损和颈椎的湿吻导致的疼痛 二、局部的炎症反应 结合、感染、免疫系统的炎症、类风湿等会导致疼痛痛 三、年轻人以老损为主 应改善生活习惯,多锻炼 四、如症状持续加重 应及时就医